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孙承宗正是魏忠贤最讨厌 同时每天都在朝堂之上 攻击的人处之而后快的人 也正是 辽东战局 还有魏忠贤的倒行逆施 才在天启七年正是在陕西拉开了 明末波澜壮阔 几百万人参加的农民起义大幕 在十七世纪 还有人把国家未来寄希望于魏忠贤这样的太监 明朝不枉真是天理难容了 明朝两大弊端 一个就是宗室勋贵庞大 另外就是太监专权 从王镇 光直 一直到刘锦 魏忠贤 高级前一代 又一代大太监专权 这些人联合起来 跨省跨府侵占土地 明抢明驳 攻打官员 鱼肉百姓 加速了当时社会的矛盾激化 明朝还有太监监军 各个部队都要派太监监军 正所谓 金九边镇守 尖枪诛内臣 事实专字 亲客百端 游锦则用京族自卫 客敌则纵不下染宫 不过太监监军 还有太监领兵 汪执大太监早就是明朝京军司令 后来的高启前 更是辽东朱军总监 甚至明朝还专门编练了内操部队 也就是他 监军魂 要说处死魏忠贤 导致明朝灭亡 不如说 崇祯处决明朝第一西洋炮术专家孙元化 关明军统帅袁崇焕 罢免明清战争唯一敢于正面反攻的登州巡抚袁可立 关押孙传庭才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 有人说 崇祯处决魏忠贤 清军才很快入关了 其实早在天启五年 魏忠贤就组织人弹劾孙成宗 说起冒领军饷 结果就是对辽东各地明军进行裁军 随后又将孙成宗罢职 这才导致了四年后 让皇太极抓到了空隙 第一次入关袭击北京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